日本特派员林翠一大阪报道,少数会回扣记者电话的外交官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没想到就在这趟采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件很巧合的事,我把这个因缘解读为苏处长的回扣,即使在那样的状况下,他还是没有拒绝记者的要求。 位于白金台的驻日代表处,前几天收到一件台湾民众的求助案件,这为民众希望代表处的官员打电话去航空公司让一架班机晚一点起飞,理由他的小孩迟到了类似这样的请求案例,一般人听了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国驻日单位却经常为此饱受折磨。 尤其这件案例是在关西机场风波后才发生的,才更叫人匪夷所思,这位家长要不没再关心时事,要不就是故意找查,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程轻声,虽然原因不明,但可确定的是,一定和关西机场风波有间接关系。 试想,没有风在地震的平常日,都有人要求外管官员去阻止飞机起飞了,遇到台风停电机场关闭的天灾,大阪办事处的电话没被打爆才怪。 不过,即使国人在求助时口气不好,也应该不至于让苏处长动气甚至想不开,因为他是资深外交官,并非第一次处理这种紧急状况,何况他的热心和体贴,不但侨胞赞誉有加,连外交记者也都有口接杯。 本人由于外派东京的时间不长,和苏处长的接触不多,今年2月首次和时任那爸办事处处长的他通电话,查证白狼之子张伟去冲绳和当地黑道接触的事,苏处长很仔细说明他了解的状况,虽然是初次通话,但他非常亲切,一位曾跑过外交线的前同事说,苏处长是少数会回扣记者电话的外交官。 不管我们问的问题哆嗦最多不专业,他永远有时间有耐心回答。 这是前同事对处长的印象,14日中午得知苏处长的噩耗后,我和一位同业前辈一起从东京赶赴大阪,不晓得为何,少数会回扣记者电话的外交官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没想到就在这趟采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件很巧合的事,我把这个因缘解读为苏处长的回扣,即使在那样的状况下,他还是没有拒绝记者的要求。 这件巧合之事发生在15日我们抵达大阪的第二天,苏处长的事情发生后,由于外交部已下令统一对此事发言,并未尊重故人与家属隐私不公布细节。 我和同业抵达大阪后几乎没有任何线索,只能靠住从当地媒体片段的报道和打听到的蛛丝马迹寻找相关的人和底点了解案情,第一步就是先从苏处长的寓所所在地找呼辖区的警署。 外国记者在日本采访新闻本来就非意识,尤其涉及警察局的案件,困难度也加倍,警方果然三间其口,理由是自杀案件没有他杀之嫌,无法透露个人隐私。 大阪的警察知道我们是台湾的媒体态度很客气,警署主管露出了爱莫能助的表情。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苏处长的寓所,位于大阪府的千里丘陵,是一处非常闲静的住宅区,寓所门口挂了一个苏字的名牌,上午大阪办事处的人员送来了纸箱,接近中午时,苏处长的家人搭上了箱行车离开寓所,我们研判家属们可能要去处理苏处长的后事。 根据打听到的消息,处长的亲人与佛光山的关系深厚,向佛光山主日的法师查证,确定苏家人邀请大阪分会的法师来助免。 法师拒绝透露细节,不希望媒体干扰家属,但苏家人毕竟慈悲,不忍记者千里迢迢来采访又空手而回。 最后说了一句请等待姻缘,我站在寓所的门口,试图理解这位热血又勇于认识的外交官,为何会过步了这一关? 寓所堂的花丛有只粉蝶忙住彩蜜,让人看得出神。 这只粉蝶来自何方,或许也是来自嘉义,飞跃那吧,落脚在大阪这个丘陵,我们千里迢迢从东京赶来陌生的大阪,明知可能到处碰壁一无所获,但还是要竭尽所能把最接近事实的状况写成报道,告诉大家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什么事让处长卡关?当时心里想住,如果苏处长还有什么希望我们报道的,或许可以像法师说的那样,给我们一点姻缘,由于文化部15日下午在大阪市区举办了一场时局论坛,应该会有很多台桥参加,我们决定返回市区,向认识苏处长的台桥问问他们的心情,再打听一些消息。 走出了寓所的社区,发现附近人车稀少,偶尔经过的计程车已经载了客人,无奈之下问了路人,得知最近的电车站走路要十几分钟,我和同业前辈各自背着笨重的行李朝着车站的方向走去,不久后,眼前出现的一栋很像市民活动中心的会馆。 灰色的水泥外观很像台湾工家单位才会有建筑,但不晓得为何,我突然觉得不太一样,这里该不会就是一家殡仪馆。 果然,但看大楼外的告示栏,贴了数张中火,家族藏的宣传海报,确定我的直觉没错,再次想起法师说的等待姻缘,莫非姻缘真的降临了? 总之在那当下,我们即使是半信半疑,还是本能地拿起相机先拍再说,这是职业病。 就在乱案快门的当下,前辈意外地拍到了一名佛光山法师步入会馆的照片。 后来我们鼓起勇气走到会馆大门口,看到大厅里显示牌上写著安置事。 苏家的字眼,确定苏处长的大体已被接来安置在此处,我们没有入内,怕打扰处长的家人,在大门口拍了几张照片后决定离开。 离开前,脑海里又突然浮出苏处长是少数会回扣记者电话的外交官这句话。 这或许真是苏处长以另一形式对我们的回扣,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事,离开藏仪会馆后,我们去了那场时局论坛,访问了台桥律师张亚孝,他说苏处长在关西机场风波后曾寻求他的法律协助,希望追查制造假新闻的人。 苏处长青生前晚曾连扣了四通电话到他的事务所,两人约好隔天上午见面相逸,但却天人勇哥。 不只张亚孝,他在青生的前一天也扣给好友律师黄玉玉,可惜黄玉玉因在北京出差所以没接到。 张亚孝还透露,苏处长有保留部分的通话记录,并锁定了特定的男女,他本来已经准备要积极迎战恶意者的攻击与骚扰。 最后得到的这个答案,就是苏处长希望媒体帮他报道出来的事吗? 我们无从查证,但来到大阪后,我们的采访一路似乎都有一些指引的力量存在,这是我真实的感受。